相对于别的大横按和弦 Bm简单多了 我们看F 食指需要负责1、2、6弦上的三个音 尤其是第二弦的这个音 一般是食指这个位置按的 这是关节结合处 没有别的位置平整 所以对初学者来说 这个点非常难按下 Bm就没有这个枯了 食指只需要负责这两个点 二弦是中指按的 不需要食指关节按 再看B和弦 如果采用常规按法 对食指和中指的跨度要求很高 如果采用折指按法 对手指的柔韧度有一定要求 这两点就拦倒了很多初学者 想念好不容易 再看Bm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Am 往下移两品 加上食指横按 就是Bm 大家仔细看我的手法 为什么不从简单的开始学呢 我们的习惯 包括教材 都是从C调开始的 而Bm是基调的和弦 所以就这样 要注意 只是相对简单 这毕竟是大横按 还是要花点精力练习的